家带们,新上线的皮肤面包狗松松 你们都是在地级抽抽到的啊 先不说它的价格 光从它的三款染色就能看出来 这款皮肤还是很用心的 但也不得不提一嘴 咱们的王仪真是软柿子呀 前段时间王仪在发面包狗松松预告的时候 提到保底是需要100彩虹币的 在收到许多玩家的争议后 王仪在此次抽奖前赠送了两张折扣券 分别是一张八折扣和一张四折扣 如果能在保底前两次金种用掉两次折扣的话 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 我看了一眼抽奖规则 九次内必得面包狗松松 基本上已经对什么时候用掉折扣有大多的想法 吃满折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那么好 接下来请看VCR 第一抽两个彩虹币 看看抽到的是 一个金币 懒得喷 再来 第二抽是两只配饰养四季 第三抽抽到一只表情甩掉烦恼 甩掉烦恼 这近代表情怎么耍呀 这个时候大部分自信的玩家 会选择在第四抽以及第五抽用掉折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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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远远不够 第四抽八个彩虹币又是两只人四季 依旧不要着急 第五抽还是不用折扣 继续单抽 抽到的是一只表情 嗯,情况还在我的掌控之内 下一抽是第六抽了 很多玩家都会在这个时候忍不住使用折扣 这个想法听起来虽然没什么问题 但这也往往是吃满最后一抽价格的错误选择 第六抽依旧选择单抽 虽然戳到了细致染色剂 但无伤大眼 情况依旧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戳到这个时候 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会把折扣留在最后两抽用 错 第七抽的时候 用了第一张八只折扣券 花费11个彩虹币抽到了20纤维 一八抽需要16个彩虹币 这个时候再用了这张四折扣券 只用6个彩虹币就能拿下这次新皮肤 面包狗松松了 嘿嘿,怎么样 完美实现 利益最大化 最后总共花费了59个彩虹币 离大保底整整差了41只彩虹币 保底光丽大师果真非无王莫属 不过,这套方法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哦 大家要根据自己以往的抽奖方式 再选择如何拥有这两张优惠 我平时就是总是差一抽保底抽到皮肤 所以才选择这样用的